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一起学习书法 小伙伴们 你们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汉字的书写 请小朋友们准备好填字隔本 二笔铅笔或者钢笔 欢迎大家来到B级课程的学习 樱桃姐姐 这次要教我们写什么字呢 这次我们来学习一下书 小朋友们 写字时要注意坐姿和握笔姿势 你们准备好了吗 OK 我们这就写起来吧 书字书写 首先 在填字隔里的上半格中间位置 写个小的横折 横倾斜 折也倾斜 第二笔是横折钩 呃 和横折是差不多的写法 是的 只要稍微长些 结尾停顿出钩 接下来第三笔是个竖划 斜顿起笔略长些 最后一笔是个小点 是由轻到重 手笔处停顿 好了 书字完成了 三位小伙伴 你们的书字写完了吗 有什么感受呢 我觉得这个书字的横画有两笔 分别是横折钩和横折里的横 它们要写的方向角度一致 好像都是稍微倾斜的方向 是的 我也是这么写的 英道姐姐 我们的方向写的对吗 是的 两个横画虽然长短不同 但是方向是一致的 大家看 这个书字的第二笔横折钩 折画不要写得过长 否则会有不利落的感觉 哦 我明白了 原来我写的横折钩的折长了 英桃姐姐 我的这个横折是短的 是的 横折钩没有问题 我们再来看看最后一笔点画的位置 不要写在第一笔横折上 这样字的结构摆放就不合理了 的确是这样 我的书字 点画应该和横折 写得有点距离 小朋友们 下面乐儿再把这个字的要领 和大家说一下吧 写字要注意 两个横画角度稍微倾斜 第二笔横折的折画处不要过长 会有拖沓的感觉 树画加长 最后还要注意 点画站在填字格中的哪个位置 写在第一笔横折右上角处 不要紧挨着 这样书字就能写得又美又规范咯 下面我再给大家示范下 我写一笔 小朋友跟我来写一笔 先写个斜顿起笔的小横折 再来个稍长的横折勾 接着来在竖线位置写个长数 最后再写个点画 书字的书写你学会了吗 记得要多多动手动脑 勤学多练哦 嗯 只要勤加练习 相信你一定会越写越好 这期的奇思妙写就到这里了 小朋友们再见 我们下期书法课程挑战再见吧 拜拜 专字书写 小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来到奇思妙写 我是樱桃姐姐 我是小精灵乐儿 还有三位小伙伴 要和我们一起学习书法 小伙伴们 你们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 汉字的书写 请小朋友们准备好 填字隔本 二笔铅笔或者钢笔 欢迎大家来到 B级课程的学习 樱桃姐姐 这次要教我们写什么字呢 这次我们来学习一下砖 小朋友们 写字时要注意 坐姿和我笔姿势 你们准备好了吗 OK 我们这就写起来吧 专字书写 首先 在填字隔里的上半格中间位置 写个由轻到重的短横 第二笔是长横 写在横线位置 稍微倾斜来写 嗯 接下来写什么呢 接下来是最重要的一笔 竖折折撇 穿过前两笔横画 先写得略长的倾斜的竖 然后短横小撇 最后一笔是点画 写在撇的收笔处 由轻到重 好了 专字完成了 三位小伙伴 你们的专字写完了吗 有什么感受呢 我觉得这个专字的横画比较多 它们的方向应该一样的 好像是平行的感觉 我的两个横是平行方向的 我写得好像也是 英导姐姐 我们的横写得对吗 是的 大家的前两笔横画没有问题 前两笔是稍微倾斜的方向 但是竖折折撇的中间 还有个横画 也要和前两笔横一致 写的时候稍微倾斜 哦 我明白了 原来我写得横平了 横画方向应该一致 我们再来看看 这两个专字 横画位置一致平行了 还有竖折折撇的两个撇画 方向也要一致 这样字形看起来更加规范 哦 的确是这样 我的撇不是平行的 小朋友们 下面乐儿再把这个字的要领 和大家说一下吧 写这个专字要注意方向的变化 相似笔画方向一致 像这样 树折折撇撇的树和撇相似 所以方向一致 最后 点画 写出轻重来哦 这样 专字就能写得又美又工整了哦 下面 我再给大家示范下 我写一笔 小朋友跟我来写一笔 先写个短横 再来个斜顿起笔的长横 专字的书写你学会了吗 记得要多多动手动脑 请学多练哦 嗯 只要勤加练习 相信你一定会越写越好 这期的奇思妙写就到这里了 小朋友们 再见 我们下期书法课程挑战 再见吧 拜拜